公公 周公公 我有话要说 公公 不是我和郑君干的 是傅姐姐说的 袁儿 不要胡说 傅姐姐说 傅姐姐说 在路前五颗放河灯 周公公 你放了我们吧 我什么都跟你说 我什么都告诉你 公公 这回又从洞里边 多抓出一只狐狸来 傅宫女 此事资大 知趣的 赶快从十招来吧 奴婢冤枉 回公公 奴婢只是跟冯元提起过 放河灯之事 可奴婢强调过 路前五颗只有皇后 和后宫嫔妃才可以放河灯 一定是李元儿断章取义 请公公明察 明察 李元儿为何要断章取义啊 明明是两个人过去放河灯 有两只 怎么就只有一只了 再说 王公女 河灯上刻的是河家平安 怎么就变成为皇后了 先是花粉 后是河灯 实际上是先是河灯 后是花粉 这很多的连环剂 幕后一定有主谋吧 傅宫女 知道多少说多少 又不是同达铁柱的 是河灯 莫冤枉了这身身子骨 奴婢冤枉 回公公 奴婢也是跟李公女和王公女 同时进宫的 可奴婢对她们 并不是完全熟悉的 对了 奴婢想起来了 李公女 好像私藏了一对玉镯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以前皇宫里的宝物 奴婢觉得 李源儿 该大有来头 好 给我收拾起来 是 带走 好 奴才查了李公女的原籍 她就是当年重房格自禁的李美人的侄女 这手拙可是圣上的赏赐啊 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看来我是小看了这个姓李的家人子 假如这个李公女是为了报仇进宫的 那我 岂非有如芒刺在背 奴才愿听夫人吩咐 这家人子的生死大权掌握在少府和皇后手呢 这家人子的权掌握在哪里 永相令虽然没有权利处死 但可以逼死 可那王宫女呢 王正军跟李美人 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也好 有关系也罢 这两个人 必须死 走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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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主 水 水 水 出去啊 我连累了你 月儿 月儿 我们俩都要忍住 我们温馨无愧 死 死也要停止了腰板 直到如今 我已了无生年 我只求送死 月儿 可是郑君 我怎么对得起你 公公 月儿 月儿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花粉是我放进去的 和灯 和灯也是我放的 这一切都跟郑君没有关系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他是被冤枉的 我就是嫉妒他成为张建宇身边的大夫人 公公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求求你放了郑君吧 公公公公 求求你了 不是这样的 月儿 你不用这样 求求你了 月儿 月儿说的不是真话 他是因为受不了折磨才说假话的 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能承认的 就是打烂身上的每一片肉都不能承认 你们两个都死到临头了 为什么嘴还这么硬啊 月儿 月儿 朱公公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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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君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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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场谋杀 她同她的姑姑李美人一样 为了尊严 为了抗争 在行刑之前选择了自尽 尽管表面上看来 比元儿是因为脆弱 自己选择了死亡 但她身后又有多少双无情的手 把她推进了黑暗的深渊 寒冷的死亡 深深冻结了剩下的阳光 而我生命中的严冬 才刚刚开始